大家好,我是屍修 前一陣子我在我的Instagram上 詢問了大家來日本旅遊時最大的煩惱是什麼 統計了之後,無非就是 那有這些困擾的朋友呢 你們今天看這影片真的是看對了 今天我就要教大家要怎麼克服這些旅遊時候遇到的問題 當然因為有很多人回答語言障礙的問題 所以呢,我今天的整個挑戰裡面 只能說兩個日文單字就是 今天我要整個行程呢 就是當然日本旅遊時候都會必來的興趣 今天呢,會模擬大家旅遊時候會做的 吃美食啊,買電器啊 還有就是轉車等等的行程 但是今天的挑戰呢 說實在的真的是有一點困難 所以呢,我今天要請到一個小幫手 就是 將! 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挑戰吧 我們現在已經到Viku Camera啦 這一間Viku Camera呢 總共有五成樓 那因為我今天的目的是 登登! 美容家電 我們就是直接去四樓吧 對 我們就直接去四樓吧 這樓 你看 推薦米的牌子 或者是ヘイスコーン也蠻多人用的 它有水蒸池 就是水蒸池的孔會出來 我用那個是負離子 台灣的話大概就是這個價格 然後還可以用這個價格之類的 我決定我要買這一款 這一個 然後呢 在購買之前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很優惠的買法 我剛剛有提到說我今天有一個小幫手啊 就是這個 參與日本APP 大家買東西一定會覺得很麻煩 就是日幣跟台幣轉換的部分 一時間轉不過來 這邊有一個透律轉換功能 然後我們點進去 這個6700 6700塊日幣 我就直接輸入6700 會直接幫我們算出來囉 然後它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優惠券的功能 那就是比較知名的店鋪的優惠券呢 這個APP裡面全部都有提供 我現在找一下比布康里拉的 然後再點進去 就可以直接做使用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跟店員說要購買這一款商品了 對 要買那種 呃 黑色的 黑色的 3.4公分 對 3.4公分 我想要用這個優惠券 所以你先下載優惠券 那就下載完成之後呢 就可以讓店家逼這個條碼 就可以直接做使用囉 再借我掃一下 再借我掃一下 打完第三支 就是這個價格 然後丟了三支 好吃 OK 買到了 OK 我第一站呢 完全不用用到日文 也順利的達成了我的任務 那第二站呢 我們就是要去吃美食 這時候呢 趁油日本ATV又出現啦 我只要直接點選美食的地方 那它會就是 看你現在最近的地區在哪裡 機動幫你分析出 禮品最近注意的一個美食 那這上面有新興趣 就是你可以看它的評價等等的 再去選你想吃的美食 那我們去買這個好了 非常非常有名的 知識塔專賣店 剛剛已經在上面查詢好了 那個知識蛋塔呢 就是在我剛剛過來 Riku Camera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 就回去 Gemineisto 找我們的知識蛋塔吧 接下來才是真正的挑戰 只能用口味跟すみません點菜 蠻多濃口味的耶 我可以吃 那我剛拿到這個知識蛋塔之後呢 那店地上來7樓跟8樓這邊都有座位去可以食用 那我剛拿到這個知識蛋塔之後呢 你看看 這是外面的那個皮口的酥脆脆的 然後裡面的內餡非常的濃郁 然後是會化開的那種 我發現它有一個功能還蠻不錯的 它有一些文章 然後裡面呢 有一些就是已經幫你拍好一整天的行程了 剛剛有一個這個 行程 搞不定 也就是星數這樣折 然後就點進去 然後還有推薦一個 很厲害的壽司午餐 1080這樣子 所以呢 我現在就決定要去吃這間壽司啦 那我們就趕快往下一個景點前進 自動門 登登 哇 有點厲害 來 這個Menu看起來也是還蠻厲害的 所以我決定點這邊Menu上面看起來蠻好吃的這一款 然後它還有一些就是壽司的部分 因為我以為進來應該兩三千塊都跑不掉 但是它一千元左右就可以吃到 感覺很美味的壽司呢 那我們就來點餐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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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就是進來都會有這個 給你們擦手用的 然後他們通常會用熱熱的 那像日本其實現在還是冷嘛 冬天就擦到這個熱的東西 好溫暖很棒 哇 這樣的份量 1080 這算是那個 嗯 一個吃房景點的感覺耶 皮爾莫德在我們就是吃飯的途中呢 這邊整個已經快要課完了 然後終於已經吧 吃完了 這個 東西也買了 美食也吃了 相信呢 大家一定來日本還會想要走一些十方景點啦 好 現在呢我要再來叫出我的小幫手 它還有一個真人線上客服的服務 是不是很厲害 你在線上問它這個是不是真人在另一端 遠端的跟你聯繫 我現在呢就要來詢問看看 新樹這邊呢 有什麼推薦的景點 它剛剛就立刻說我想插哪方面的 它還會就是進入的引導你最想要去的地方 那我就來想一下 嗯 我現在吃飽飯所以我還蠻想去散步一下的 有什麼適合散步的地點 哦 新樹中央公園耶 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新樹育園嘛 不過 這個新樹中央公園這邊呢 好像也是看得到櫻花的 那我們就去一下它推薦的這個新樹中央公園吧 我剛剛查了一下就是如果從這個新樹東口附近 要到那個新樹中央公園的話 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用走的走過去大概 20分鐘左右 另一個呢就是先轉車到都廳前 然後再走過去 那轉車的部分呢 因為這個APP也有一個路線轉換功能 就是大家都說會最煩惱的那個搭車買 那我現在就輸入我這邊 新樹 然後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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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過程中可能會找不到路之類的啊 其實APP它也有連接地圖的功能 可以直接點選它的地圖然後搜尋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 東京新樹中央公園 這邊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公園 有小孩子的一些遊樂區 還有一些踢足球的足球區 然後重點是呢 櫻花界的時候這邊會開滿櫻花 過去這邊 它不是有很多樹枝嗎 然後那邊全部都是櫻花樹 所以如果開滿的話 搭配這個大樓的景色應該會還不錯 我們買完電器吃完美食 然後又逛我們施放景點之後呢 今天的這個模擬一日旅遊 然後只能講これがすみません的這個企劃呢 就算是圓滿成功了 那其實參與日本APP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它只要一個APP 就可以解決你所有旅遊上的煩惱 所以真的是非常方便 也推薦給來日本旅遊時有這些煩惱的你們 那我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今天這支影片呢 不要忘記幫我這支影片按個讚 按鈴鐺就知道最新的影片訊息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